嘿小军 嗯 啊 干嘛 肯定跟你谈事情啊干嘛 这样子的啊 呃 如果说你就是职业要复婚的话 这个呢 我选择了就不用彩礼了啊 毕竟呢 哎呀怎么说呢 也要够了 对吧 我手上呢 也有一点钱 所以说呢 我也不差钱此刻 所以说呢彩礼了就不需要了 但是呢 唯一的一个条件就是啊 你呢 那必须回我那边办一场那个呃 那个那个酒 对 就回我娘家办一场酒 我没听错吗 你听错啊 要你娘家办一场酒席 嗯 那我彩礼都不要了呀 让你回去办一场酒席怎么啦 过分吗 你彩礼这个问题呢 是吧 不要了 那我谢谢你好不好 谢谢你呢 就叫你去我那边呢 再办一场酒过分吗 我是说为什么要办这场酒 请问那些亲戚吃都吃吃饭呀 再就说了 这是不是给他们宣布一下 我们呢要付婚礼呀 或者是 是吧 省着天天在在家里背后脚石 跟说我们说我们鲜话 多难听啊 那反正就是说 为了这个面子嘛 然后的话呢 就是说为了让大家都知道 我们两个呢 这个感情呢 是没有出现的问题的 然后呢 让你爸妈就是说 脸上呢也有光一点 对吧 嗯 必须要白糖酒席 你也知道农村的很多那种长蛇妇 对不对 很八卦对不对 你要堵住那些人的嘴呀 是不是 人家也不会把关你的事情呢 你自己想多了 你一定是拿这个结婚证 是吧 对 拿这个离婚证去复活就得了 什么事也不用干了 就这样子得了 复完之后就回家 各做各的事了 就完善了 是不 那不就这样子 那最多去 行啊 不拌酒是吧 行 重新给一笔彩礼 你刚不是不要了吗 你不是不愿意拌酒吗 你嫌麻烦吗 可以啊 给一笔彩礼 那拌酒要怎么办吗 都说去我那边办 我去那边 我说是要怎么办 那请问你 你在你家怎么办的 要看什么情况办 如果说你要请全村人之外 还是说就请你们 就大姐 请一点 肯定请那些村里人 你家办就不是请全村人了 你们是整个村的 那真的是 第一次你说结婚请全村人 我能接受 第二次没必要了吧 第二次请的是吧 你觉得第二次 叔叔啊 你觉得第二次就不值钱了呗 不是这个意思 我觉得第二次不要搞那么浪漏 对不对 就摆个两三桌就差不多了 对吧 请你那些叔叔伯伯 摆几桌 不是你说了算了大哥 那谁说了算 我们两个人是 我们还不能说了算 哎呦你的意思是 啊行 我问你啊 你以前你这边半久 说是你说了算吗 还是你爸妈说了算呀 他们说了算 对呀 他们出钱 他们说了算 那这个是你出钱吗 哦现在是你出钱 你说了算 我可以选择不用你出钱 我不去了 那我愿意出钱 行吗 你愿意出钱怎么了 那你听我那边安排就行了呀 你安排 那我都说了 是吧 谁出钱谁安排呀 那我不要你出了呀 我不干了呀 我不做了呀 我说这种话 我不输了呀 行吗 这样子谁安排都不用听了呀 那有几桌嘛 你们那边 十几二十桌吧 也不多 二十桌还不多 二十桌一桌做十个 哎呀人家很多带小孩的 我知道带小孩的 小孩子可以占好几桌了 这个东西你怕什么呢 有很多人 我跟你讲 有很多人呢 那种年轻人嘛 在外地打工没回来 在家都是这些什么中年妇女啊 什么老人的啊 知道没有小孩的啊 知道不 那是在村里面办 还是要去那个酒店去办啊 村里呀 村里面办要吃几天啊 三天 要吃三天啊 就跟正常办那个结婚酒一样的呀 哦哦哦你说二十桌是吧 二十桌估计得便一百桌 你想过没有 吃三天 三天之后要吃三餐吧 是吧 三餐一餐二十桌 那三餐就变了六十桌 你想想三餐也就一天一餐 要不要你一天三餐 是不是 一天早上吃啊 中午吃啊 晚上吃啊 是不是都要吃 那你头一天不可能那么多 不可能全村里来吃头一天 那你说今天和明天 要不要是一起吃啊 这种东西 你说前一天或者是不吃吧 你这个估计一桌套我算吧 哎呀你怎么那么小气呢 哎呀你能要那么多钱 就是一两万两三万块钱的事情 当初在你这边办酒的时候 你这边也是两万三 我给两万块钱 你去说一下这个酒不办了 就当时给你的彩礼了 笑死了 给个两三万给我当彩礼 我要十万彩礼大哥 要么给十万块钱彩礼 要么就去那边办酒 你这个选吧 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 那还是办酒吧 你看你也知道这个划算 那你好吧 那就是这么说定了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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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